字幕作词 李宗盛 这里是荷兰二与频道 运作报告9月27号码的新闻 首先是荷兰的消息 犯罪集团矛头对着荷兰看守首相雷达 荷兰看守首相女党受到了特别严密的安全保护 因为她有可能成为有组织犯罪分子 襲击或者绑架的目标 在荷兰电讯报报道了这条消息之后 得到了另一家重要的媒体NOS根据消息来源的证实 电讯报一名记者今早在电视节目《荷兰早晨》中话 在不同的时间段观察到这些探子的威胁 他们并且与犯罪帮派有联系 这个对于政策实行保护的机构来说是令人担忧的 在犯罪世界中探子是探索 如何最好应对被袭击或者绑架的对象 以便制定犯罪的计划 荷兰电讯报已经和国家检察部有关部门联系 这个部门应该调查对首相的可能威胁 记者说在上星期国会辩论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一名警局的保安出现在公共会议厅比平时更加显眼的地方 事实证明他一直在关注着旅等 去年和今年先后有荷兰律师和罪案调查记者遇害 这两宗谋杀案都与荷兰对一个犯罪集团的审判有关 据说这个犯罪集团在这两宗案件的准备过程中 都使用了探紙进行前期的征扎 目前荷兰政府为数十人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 有20到30人受到额外的保护 其中包括审判有关案件的检察官和法官 荷兰海牙政府今天邀请道德黑客攻击市政府的数字基础设施 大约有200名来自国内外的黑客 试图进入这个市的某些网站 这个通常是被禁止的 通过道德黑客的攻击 市政当局可以了解他电脑系统的安全性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犯罪的黑客 渗透在系统中入侵个人数据用于各种犯罪的目的 这个在荷兰周不时会发生 海牙市政府将向最优秀的道德黑客 提供500至2000欧元的现金奖励 慶祝大公主成人荷兰作家为未来的女王赞写转记 根据荷兰政府信息服务署的报道 在阿玛利亚公主18岁生日之際 荷兰作家德布雷伊写了一本关于公主的书 这位知名作家今年夏天和荷兰王储进行了一些交谈 这本书以公主的名字命名就是阿玛利亚 德布雷伊在社交媒体上写到 现在阿玛利亚原则上可以成为女王 但是她将通过文字将公主的形象介绍给世界 介绍给荷兰人 她说公主带我去了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一起进行了很多的谈话 她说了关于所有的重要的事情 两个人亦互相谈论了公主的学生时代 和她对音乐的意外 还有王拳以及她未来的角色对她意味着什么 公主也谈论了她对马述运动的爱好和热情 除了德布雷伊的文字之外 这本书还包含公主私人档案中的图片 荷兰大公主阿玛利亚将在12月7日满18岁 从那时候起来 她偶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尽管这个在荷兰是部长负责制 从那时候开始 她亦有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在公众场合 在未来的君主盛念之前出版关于她的文字 是荷兰皇室的传统做法 这里是荷兰业务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下面看看中国的消息 受电力供应不足、煤炭等价格大涨 以及能耗商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多地限电、企业工厂亦被逼停工 充满着不确定的电力短缺问题 将拖累经济增长 多家机构已经就此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上海传出9月27日到10月3日计划停电 引起了不少担忧 拉扎限电蔓延到上海 但是官方对此强调是正常的计划检收公告 无需过分解读 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煤炭供给不足导致的电力短缺 其实在7月份以来 已经对生产带来影响 可能今年之内都难以消除 中金国际预测能耗商控的政策 对中国第三、第四季度 经济增速的影响大约在0.1至0.15个百分点之间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限电的情况 一些地方的网友反映 并没有通知就突然停电 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 有些地方一天停几次电 有些地方停电超过12个小时 台湾国防部星星一表示 以特别预算采购飞弹、高效能蓝艇等武器 是因应当前敌情的应对作为 目前装备发展已达到远距离、精准和机动力的目标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在立法院接受质量时指出 2400亿台币采购内容都是已经有而且技术成熟的武器装备 邱国正针对台湾自制的飞弹性能表示 装备发展一定要打得远、精准 而且要有机动力 等敌人一出动就可以感应到我们有所准备 针对中国大陆战机9月份以来 已经有103架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消灭区一事 邱国正表示 这跟中国7-9月为例行年度 以及远航训练有关 此外 只要有外国的飞机舰艇经过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 中方一定逢舰必跟 他表示 中国有意将南海或入防空识别区 因此频繁进出台湾西南空位 但台湾不会坐视等它成为现实 应对的措施 包括以舰仔防空飞弹追踪监视 这样就可以形成较大的压力 针对台湾增加国防支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健 此前已经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必须统一 亦必然能统一 这个历史的大趋势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香港的《星岛日报》今天指出 英国《金融时报》爆料说 释放孟晚舟是中美7月回谈的成果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导 美国的副国务卿社曼 在天津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见面的时候指出 中美同意成立工作组 讨论个别的议题 包括孟晚舟、康门、海、 和伊合斯柏坟 消息人士亦说 7月份的会面充满了火药味 但释放孟晚舟等三人 是唯一取得的成果 《星岛望》等香港媒体消息 香港水警巡来定行本月25日 在屯门以西的沙渣一带海绵 執行职务时翻转 4名警员墜海其中3人受伤获救 有走私黑星之称的 37岁女高级督察林苑尔失踪 跨部门人员连日展开海空搜索 27日大约8点 有试问在大婴山二澳附近海面 发现了一具尸体 报导原引现场消息说 经初步查明尸体 相信就是聚海失踪的林苑尔 25日8点左右 林苑尔带领同事在沙洲对面海面巡来期间 发现有疑似走私的活动 追截的时候 怀疑被一艘走私的快艇高速撞回 水警艇上有4名警员墜海 其中3人获救受伤送往屯门医院 但是负责指挥的林苑尔失去了蹤影 多部门救援队伍连日来搜索并没有结果 警方最终在今早发现了他的尸体 林苑尔2007年加入香港警队由基层警员造起 到2010年进升为独察 并在2015年调任水警 目前随属水警西分区 驻守昂船洲水警小艇队并担任指挥官 他持有船只驾驶的牌照 也是警队女子足球队的成员 又一名造假的网红曝光了 近日内地一名被称 连续10年去湘西支教的美女 引起了网友的热疑 她的名字叫做龙晶晶 据称是海龟的碩士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993年出生的她 已经投身农村支教十年支狗 足跡遍及湖南江西贵州 陕西等地24所偏远的山区学校 前后帮助了2,000多名山区的孩子 还组织了1,500名志愿者 参加公益指教活动 但是网友手出她的行线 实际上充满了算计 综合大陆媒体的报导 龙晶晶自称 从高中时候起就出国留学 在外面留学了9年 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碩士 连续10年参加支教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 这个高学历和业外公益的美女 似乎已经成了最正能量的代名词 甚至引来了内地官方媒体的赞美 但是正是这些经历和数字 更多网友对她的举动产生了质疑 比如说今年才28岁的龙晶晶 是怎样在国外读书9年 同时又有连续10年的支教经历呢? 随后网友搜出她的成年过程 龙晶晶最先是在抖音爆红的 帐号一共有97条影片 几乎全是她的支教日记 影片中的龙晶晶永远一副精致的妆容 头发缩得一丝不久 衣服光鲜亮丽 加上一副标准的微笑 在一群衣衫不整皮肤尤黑的孩子当中 和鹤立鸡群美丽的形象更加摧灿奪目 这种维和感和撕裂感 贯穿着龙晶晶抖音账号里面的所有影片 对此网友非常疑惑 在窮困地区支教10年 还可以10年如一日的良麗 化精致的妆容 用专业的设备持续做作摆拍 怎样看都不只是真正来支教的 最后还有网友起底发现 龙晶晶的影片看起来相当专业 其中部分镜头是用了单反和手持的稳定器 有时甚至动用了无人机 并且所有的影片都是围绕着她个人 似乎背后有一个专业团队为她服务 网友发现龙晶晶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青年企业家 网站天眼查上显示 龙晶晶的名下有一间湖南省 善淫创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还有一个长沙市善淫公益作学服务中心的社会组织 今年4月份龙晶晶的善淫公益 发起了一行短期的爱心鼠托般的活动 在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招募的推文 名字叫做新媒体人和我们一起去资教 被网友质疑根本就是将资教作为一门生意 从活动行程表上可以看到 这个只有短短五日的活动 除了第一日和最后一日的行车时间 以及第四日的宽送会 中间其实只有两天的时间和小弟哥上货 而且为其五日的资教活动 交了五千人民币的善款 就可以报名参加 龙晶晶和他的团队被起底之后 受到了网友的路程 人是真的好美 只是看到他颜值之外的真实作为 真是想吐了 这个根本就是在做事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